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震鬼 丁谦说 震兄宅怪异服就是震鬼用的 大叔啊 转了一圈 你又讲那一套封建迷信呢 我是很认真地说 丁谦白愣他一眼 他的作案之所以我们看起来如此离奇 如此灵异 那是因为他其实是用杀鬼的方式来杀人 看到不少人想要说话 丁谦就说 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 你们想说徐露是人不是鬼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 好吧 我们现在暂且不考虑有鬼没鬼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只要考虑一点 凶手怎么想 在凶手眼中他认为徐露是鬼 他就是鬼 所以他当然要对付鬼的方法来对付徐露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尝试理解他的一切作案手段 在他看来 鬼一向都是凶残可怕的 必须用毛山道士的咒服 或者藏教密宗的法器才能制服他 即便凶手精通这些法术 但他还是对鬼很忌惮 不敢正面交锋 因此他偷偷潜入徐露家隐藏在床下 他在床板上贴上镇凶宅怪一幅 相当于布置了一个捉鬼阵法 等徐露回来躺在床上 凶手认为他的魔性受到祝福的约束 然后他才敢对他动手 把他捉走之后 凶手又对他使用其他的法术 想要彻底制服他 从这一点上来看 不管凶手是谁 他都有一个捉鬼的怪癖 也许在他的眼里 看到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完全不一样 他觉得这个世界上 到处都隐藏着妖魔鬼怪 而法术才是最好的防身术 捉鬼的怪癖 大家还是头一次听说 有这样示好的人 不过在正常人眼里 他就是一个扭曲变态的疯子 杜志勋问丁钱说 那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 凶手为什么会认为徐露是鬼呢 除非他身上有什么地方 能够刺激到凶手 红裙子 一直没说话的柳飞忽然开口 丁钱和杜志勋心里都是一阵 仔细想想 柳飞说的不无道理 这个案子里 不管是被害人尸体 还是道听途说的传言 好像都跟红衣小女孩不无关系 难道凶手对红裙子特别敏感吗 红裙子 我知道 一直没抢上说话的年小光这时候 终于找到自己表现的机会了 我听说有一种叫做红裙效应的理论 有心理学家研究发现 男性对红衣女性欲望最高 穿红色衣服更刺激凶手 就像斗牛式用红布刺激牛一样 咱们这个凶手啊 肯定也对穿红裙子的小女孩感兴趣 所以他才专门挑选这类女孩下手 说完了 得意洋洋挺挺胸脯 引起组长和丁医生的注意 丁潜说 倒是有红裙效应这种说法 认为男人觉得红衣女性性开放程度更高 不管款式如何 哪怕仅仅是一件T恤 红色衣服也比其他颜色更吸引男性 但是这种观点是否适合于罪犯就不好说了 很多时候 红衣服的女性容易被袭击 只是因为颜色比较鲜艳 容易被发现 这跟斗牛的道理有点相似 不过 牛是色盲 只对颜色深的东西敏感 但对于罪犯来说 他们的犯罪动机不一样 选择犯罪对象的原因也不一样 在一个色狼眼中 穿着暴露 长相漂亮的年轻女性 比穿着没衣服重要一些 至于我们这个案子 即便真是因为红裙子能刺激凶手 也可能是某种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的原因 红裙子和鬼这两者之间 在凶手的心目中产生了某种联系 这样啊 年小光兴兴地挠挠塞帮子 杜哲勋综合了大家的看法 斟酌之后说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这不是一起个案 而是连环案件 刚才徐宝昌说 一个月前 还有一个叫姚家月的小牛孩失踪了 因为这个牛孩目前下路不明 所以才没有过多人关注的 譬如徐璐的尸体没有发现 或许我们也不可能知道 有这样一个凶残到极致的凶手存在 杜志勋的话谁都明白 那个叫姚家月的小牛孩 万一也遇到了相同的凶手 那她的下场就不敢想象了 郭荣荣攘着小拳头 一脸的义愤 现在怎么办呢 组长 这个疯子说不定又觉得哪个红圈的小牛孩是鬼了 我们总得采取一点措施吧 杜志勋说 找 怎么找啊 当然是最简单的方法找 再离奇的案子也是人做的 是人做的就有痕迹 我们既然已经发现凶手的作案途径和作案时间 那就从这里开始一点一点地找 杜志勋一声令下 所有人 包括一起来的孙建州和几个刑警 也一起开始寻找线索 杜志勋还派了两个人去打听一下 一个月前失踪的女孩姚家月的下落 听说她母亲王姐也在市场上卖东西 找到她也能打听到一些消息 众人从徐宝昌家里开始搜索 把整个楼道都搜索了一遍 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看来当时凶手作案十分麻利 加上徐璐比较瘦弱 她根本没给小姑娘多少挣扎的机会 轻易地就把她从家里弄走了 杜志勋和组员们推测 凶手应该有车 这样才能来去自如地 把小女孩的尸体砌尸在北战工地 可问题是 由于这是老旧小区 连通市场里里里外外 都是没有监控摄像头的 这给警方侦破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凶手绑架女孩又在半夜 连目击者都很难找到 天时地利都成为凶手的帮凶 也足以看出这家伙有多么的狡猾了 特案组下了楼 在市场里转悠 询问了几个经常出早摊 和收晚摊的小贩 打听徐璐失踪的两天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或者可疑的车 出现在这附近 小贩们都没有什么印象 打听姚家月下落的两个人 很快也回来了 说王姐这阵子基本不怎么出谈 只偶尔来过一次 她在附近有一个出租屋 两个警察找过去了 但是没有人 调查刚一开始就遇到了瓶颈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